得罪十号的神药门有多惨 灵药被夺 拱手送出太古皇蝶 神药门是要都最大的势力 仗着有几分实力 抢了十号的药草 在十号炼丹的时候 伤害他的朋友 直接将十号得罪死了 得罪十号的人 向来没有好下场 纯泻生灵 就会变成十号的养量 那么作为人类的神药门 结局如何 神药门太上掌老林昆 这人十分识时务 一看见十号实力强大 就火速离开 回去寻找上古虫童女的帮助 上古虫童女进入魔灵湖 如入无人之境 要对付一个十号不在话下 林昆带着上古虫童女的玉 底气十足的就去找十号了 结果险些被十号的断剑击杀 还是上古虫童女出手相救 并带走了十号 林昆以为有上古虫童女相助 那十号这次必然是在劫难逃 只不过 这只是林昆的一厢情愿 上古虫童女根本就不想对十号出手 他可以说是在跟十号谈心 虽然上古虫童女没有出手 但十号已经把神药门的筹记下了 于是在见林昆的时候 十号毫不犹豫地轰杀林昆 林昆自知不是十号的对手 主动服软 提出可以用灵药补偿 黄金草 落月花都是难得一遇的灵药 但十号是一口气 买下48株灵药的主 可不是两株灵药就能打发的 因此 他主动走到了林昆的药田 药田中紫盈盈的紫金兰 蕴含着道运的流金碎云 最后全部都落入了十号手中 这四株都是难得一遇的灵药 是林昆多年以来的珍藏 结果一息之间全部失去了 林昆的心都在低血 悔恨惹上了十号 更让林昆难受的是 现在已经破财了 还没有消灾 得到四株灵药的十号依旧不满足 拿四株药就想接管 肯定不行 其实 十号就是想炸一下林昆 毕竟这四株灵药不格外珍贵 是十号炼制小涅槃丹的主药 能一下得到四株灵药 十号非常满意 但十号的想法 林昆并不知情 他只想快点送走十号这栋大货 最后被十号逼急了 林昆直接倒出了黄蝶的下落 黄蝶号称唯一的黄金神蝶 是比黄金要蝶 还珍贵的存在 从太古年间到现在 就出现了一只 相传黄蝶的战力极其恐怖 三只化神经的猎天魔蝶 都不是他的对手 黄蝶稍微震动一下翅膀 这些猎天魔蝶 就当场化成积粉 十号本来对一只虫子无感 但听见黄蝶实力如此强大之后 才终于产生了一丝兴趣 其实 林昆并没有欺瞒十号 长大后 黄蝶的战斗力不亚于太古师兄 就连上古虫童女 都对他赞赏有加 小塔仅仅是帮十号开启太古宝盒 就要十号提供大量的神料 让十号直呼 小塔是一个坑货 只不过考虑到 这是一只太古神虫 十号只能忍痛割舍这些神料 看见黄蝶幼虫出世之后 林昆突然之间就没那么痛心了 就算是他林昆真的找到了太古宝盒 也不见得能够将它打开 就是侥幸得到了黄蝶幼虫 也不见得能将黄蝶幼虫养活 总之 他林昆一个糟老头子 很难得到神虫 现在借助这只黄蝶幼虫 反而与十号这样的少年至尊交好 也不算太过浪费了